天空滿滿的高積雲 不過這其實是要變天前照 週五傍晚東北季風開始南下 好天氣就要結束 隨著封面通過以及東北季風的增強 明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會轉為有短暫雨的形態 在氣溫方面從下午之後 也會逐漸的下降 入秋後首次低溫下潭20度 從週五開始溫度一路降 直到下週一週二 北部地區溫度最低只有18度 中南部也會來到20度 一直到下週三季風減弱才會回溫 因為隨著東北季風再逐漸增強 所以在封面西隆北海岸 以及東北部地區 其實在雨勢上面 就會再更加的明顯 除了氣溫降低 週六到下週二 桃園宜貝和東北部山區 會出現短暫雨 西隆北海岸和宜蘭 則會有較大雨勢 隨著季風增強 下週三東北部地區 也會出現局部雨勢 但緊接在後的 還有下一波冷空氣 離現在開始還有一個禮拜之後 等於下禮拜五六 預期還有一波冷的空氣會再下來 立東剛過東北季風 冷空氣接連報導 下週五海會更冷 民眾出門在外 記得多添加幾件衣物 注意保暖 近新聞紅偉桃莊 昨天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